你們看了這節的香港時間晚上10點半 有一件事大家都很關注就是亨特拜登的醜聞 但現在我就發現有可能歷史錯誤重現 因為現在口味太重 大家都很集中於亨特拜登被子涉嫌亂論那件事 首先我本來對班農再加郭文貴這個組合已經是不信任的 所以其實我在現階段我已經不想討論他的片段的內容 但如果有一個真心幫特朗普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就勸大家專注於拜登說謊 而不是專注於那些重口味的東西 你很容易被人拿到焦點 所以我對郭文貴的信任度極低 這也是這個原因 我怎樣說呢 這個要說回克林頓那件事 大家都知道克林頓吃得很偏下 即是 來溫斯基那件事 大家也記得的 來溫斯基那件事的口味都很抑時重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記得 叫做史塔爾報告 就是當時美國檢察官對來溫斯基那件事的報告 那件事就變成了美國官方文件裡面有史例最鹹的一份 是嚴份最高 那些人就是我當作鹹書 那大家當作鹹書 當然令到Bill Clinton很尷尬 當然 Bill Clinton 你那些 你吃得很 怎樣說呢 他的口味我不予自平 每人都有不同的口味 但是呢 那件事的真正的 negative effect 在哪裏呢 就是 那份這麼鹹的報告 結果是放走了Bill Clinton 因爲大家的焦點 就變成了Bill Clinton的口味 而忘記了真正的問題 Bill Clinton的問題 當時是在作公式 作假證的問題 結果就是那裏 反而因爲大家沒有焦點好 太著重於那些很露骨的性描寫 結果就因爲那些露骨的性描寫 大家知道 Bill Clinton 他不是叫做黑銀頓 叫做黑銀頓 大家也只知道他叫做黑銀頓 但是呢 完全忘記了 就是這傢伙 可能是在國 即是 講大話 那個問題 他作為美國的總統 講大話 就是很大的事 那個才是真正的問題 但是結果大家就放走了 這個位置上 我現在就怕大家的歷史重現 亨特拜登是一條糟糕 不用說了 這個Joe Biden 是不是一個好人 我也很有懷疑 但是大家應該專注 就是 亨特拜登 和何志平的人的關係 甚至就是 譬如劉亦菲 他吃了劉亦菲 那個就不是一個問題 OK 劉亦菲也是一個明星 對不對 食女明星未必是一個問題 如果食女明星是中國 提供的 究竟證據有多強 你不是拿那段片出來就算了 那段片其實很容易偽造 其實 這個就是 我想大家要重視 就是在這個 Document裡面 大家要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 究竟 Joe Biden和中國之間的商業關係 他有沒有隱瞞什麼 或者他身為副總統 現在他透過他的兒子 亨特拜登 去授受這些利益 這些是犯法的 是應該由這個方向走 而不是那些重口味 你一有重口味的東西 然後你分享那些 你大佬 有些人說 為什麼Facebook Bank 大佬 你現在指的那些片段 涉嫌未滿 未夠清的東西 十一片段 其實十一片段 人家禁止是很合理的 人家的理由很簡單 這段片是十一片段 說完的 That's it 有什麼好說呢 沒有什麼好說的 他那些片段 他可以說這個是兒童色情 不涉及公眾的 然後他就禁止了 所以他很愚蠢 這個做法 所以你看到有些人 跟著郭文貴的調子走 這是很危險的 郭文貴的所謂爆料革命 那些 我經常都有很多懷疑的態度 你說 嚴毅夢 嚴毅夢是一個科研人員 他是有寫論文 有科研證據 他的懷疑 這個可以交由一個 學術上的討論 至少他是鋪陳證據 有一個學術上的討論 當然沒有人學術上的 這就是crazy 你找人在學術上駁斥他 沒有人這樣做 所以我相信嚴毅夢 不是因為我相信郭文貴 是因為郭文貴提出的學術證據 但沒有人 用一個academic的方法去反駁他 那他就有人心有屎 那件事就是 就是這樣 但是你現在 郭文貴這班人 你提出的東西 喂大哥 你說是不是有 例如你說奧巴馬 亨特拜登有沒有吃過奧巴馬的女兒 關我什麼事 然後他說 那些是否在信用卡上面 喂 這個 你猜是而已 問題就是 你很多事情 你很難猜 很難 還有 美國的名流 濫用這個drug 這個問題 不是新聞來的 很坦白 你想想Michael Jackson是怎麼死的 美國的醫生 怎樣掩開處方 這件事 這件事是大家都知道的 沒有新聞 沒有新聞 我要專注 你要主死 Joe Biden 只有一條路 就是Joe Biden 收了中國的利益 這個利益的確切程度 是你一定要FBI去處理他 那就是 他的兒子吃得幾篇 有沒有亂倫是幾個問題 問題就是 如果你要證明亂倫的話 你的證據要更加充分 你不只是拿一段影片就算了 證明亂倫是一個很高難度的事情 我告訴你 你要證明亂倫 我心想 你要證明亂倫 你說的不是別的事情 你要證明亂倫 就算在德國 要證明亂倫 在德國我猜到多亂倫案 有些很變態的案件 我們也見過 在德國 你也知道德國那些犯罪 新聞 一行就沒有新聞 一來 那些就全部是痴媽根 那些完全是法治的級別 德國人就是這樣 要是不做 一做就做 是最變態級別的 沒有中間路線的國家 很奇怪 這裏就沒有什麼打河巴案件 不過這裏一來的話 就直接爆走你的隔晚 對不對 最佳那單就是 武廢期間那次搶廁紙 搶廁紙 香港在白街那裏 老套廁紙 這裏是搏爛車窗 都要拿走這些廁紙 大哥 我們這些奇怪的罪案 我們見到很多 但你要證明亂倫很多時候 你是不單止 即使德國 我們這個州 Munster 接我一宗 有那些片段 是德國的警方 爆了別人的伺服器 爆完伺服器再進屋 證實那個伺服器 因為他的伺服器 不是給Cloud Service 如果Cloud Service 看到這些東西 一定是報警的 不用說 是德國爆了那個人的伺服器 知道這些是混蛋 就是在Dartware那裏找的 然後再爆那個人的房子 Double Confirm才有足夠證據 然後就找到整個Dartware集團 你想到這件事情 就知道 如果你打 Hunter Biden 亂倫這個項目 是很危險的 按揮時間 而且你不一定有足夠證據 你結果就放走了 拜登這班人 所以 我對郭文貴 這班人 即所謂GTV 這班人的目的 我很懷疑 因為我之前看黑林頓 那件事黑林頓被放走的原因 就是因為 BX看得太鹹 去得太盡 每次去到四級 但是你玩到四級 你就不用玩的 告訴你 你這件事 那些人對你沒有興趣 別人會覺得你是人格謀殺 whatever 你只是Focus一件事就可以了 就是何志平這個人 其實在香港傳媒很簡單 你每天都報 不過在何志平家裡 何志平還在香港 要何志平回應這件事 跟人有關的 你知道聶簡明有什麼事 對不對 你何志平可以在香港 不用應機的 對不對 是這麼簡單 沒有人做這些 沒有人做這些 最基本的功課 這個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功課 我不需要說太複雜的事 我也不需要說太鹹的事 很多時候現在的問題就是 其實黑銀頓那件事 變成黑銀頓那件事 那件事已經是互聯網年代 剛剛興起 那件事剛剛有56k 那件事 我就看著那件事 那件事 我就知道那件事的錯誤在哪裏 就是那時那些網民覺得 大家合法涵書 對不對 政府網站 down-out涵書 有多好 是鹹濕小說 是不是 不是照片 是鹹濕小說 鹹鼓 就當鹹鼓 不同的證 如果你說想寫鹹鼓 史塔尔報告是一個很好的藍本 我都說過檢察官入錯行 你做鹹鼓 鹹書的 讚死人就一流 做四仔的編劇就一流 你不是 我來做檢察報告 所以想打哈林頓 其實打也打不動 好像水門事件 水門事件是專注這件事 尼哈遜有沒有說謊 說完 尼哈遜死的原因 其實是很乾淨的 他就是 他做過那件事是犯法的 然後他是知情的 他知情的 所以之後他再給他 David Foster 給他錢 他在電視機面前 他遲了幾年 潛水了兩年 David Foster 給他一筆錢 我之前說過 TW3 那個惡搞節目的主持 BBC 他的扣外 變成一個很出名的記者 撞兩撞 撞到怎麼 自己都頂不住 他的心理 防線崩潰 他沒有辦法解到簽名 他一輩子都解不到簽 你是要這些 你不要專心 你不要專心 那些太 科技的事情 當然譬如說 Joe Biden 老人癡愛 這些 但是對美國來說 你 要連那些 左膠 這麼無恥 他都沒有限定 只有一個方法 直接 對他 這個 所謂 他跟何志平 這件事的問題 所以我感覺上 郭文貴這班 甚至班農 都未必完全明白 因為班農 他覺得 重口味就很棒 這就是犯法 以前Republican的錯誤 以前Republican 打壓黑銀頓 那時的最大錯誤 就是 因為他們很主重道德 結果 Republican 不斷地 有些失分的位置 你太主重道德 沒錯 你自己支持者 第一 你左膠 你不在乎 第二 你太主重道德 你自己的道德上 有一個位置 一扭留位 你就 兵敗如沙 就像 Republican 我都是反同性戀 你現在 很多是anti-gay 然後 後來 有些 最反對 anti-gay 那班 甚至參議員級別的政客 出了櫃 他原來是gay 整個論述 就是敗gay 所以你看到 特朗普 他不是anti-gay 他不是anti-gay 特朗普是說 我是這麼多任總統裡面 最保護 gate-person gate-person gate-and-recisbon 的總統 他很說這件事 甚至他找 特朗普裡面的宣傳片 有一些是找 同性戀者裡面 陣營裡面的人 我都保護這班人 這樣倒出來 他不打這些 賭戰士 特朗普這件事 就比其他 Republican聰明 Republican 就是因為 他太打到戰士 打一打就打到 變了重口 你幾個都打出界 那一刻糟糕 你何必 所以 你華人 你不要再討論什麼拜登 亨特拜登 亂論 那些 第一 那些片不止真 第二 你這樣討論下去 你就變成重口 你覺得你是亂論 就正如 美國OANN的記者 那個說法 白宮記者 他報警 即刻報警 他對的 他的正確 就交給警方去處置這件事 警方就來 怎樣 遭到亨特拜登 究竟你這班人搞什麼 這個是最好的 這些事情交給司法機構處 亦都實際上 亨特拜登 這些人差 亂人家衰十 即兩解一加起來 他救了幾 他一輩子都不用出來 這樣就打得好 OANN的做法很黃道 就是我懷疑這件事 我不知道真是假的 我交給 法律委員 完 邏輯清楚 這個 然後就不要再在這些重口味的問題上 避免大家的時間 所以見到的 最喜歡分享 亨特拜登 是不是吃母子當 那些 那些友製 是什麼 多數是華人的 我發現 其實 美國人都未必這麼分享 甚至你看到 特朗普 特朗普是重口味人士 一定不用說 特朗普的口味都吃得很重 我覺得特朗普和 特朗普以前和 哈林克林頓都挺好友 我覺得也有些理由 有時候 特朗普都可以吃得很重 那些口味 他會吃美女 有時候吃重口味的東西 特朗普的重口味都很難 很兆時難頂的 兩面的世界的東西 那 不要緊 那些口味 特朗普這麼重口味 他都不打 他都最多說 那部notebook的東西 是地獄 他都沒有打 他見到 在這方面 他和班農是保持他的東西 他沒有打亂倫這個點 他都知道 這是活躍會犯錯的 他由頭到尾 打來打 就是China Joe China Joe 這個主題是要貫徹的 你說香港人有什麼可以幫他 沒事的 你找何志平出來 如果你突然間何志平喝喝下茶 你整班人都好 你直播Live問他 喂 你究竟你當年和葉簡明 你有沒有搞什麼叉春出來 你認不認識拜登的 問他 在街上 我看看 如果何志平在Live被人問 他接回答 還要找黑警出來 你全世界看到我 那時候真的笑了我 那時候好看 當然 這個就好像找手足 手足來暴險 這件事 我給大家一個想法 如何執行安全 我覺得 應該可以討論的 是不是 就是要何志平出來交代 那麼 你有媒體 何志平交代 他跟拜登之間的關係 你贏的了 不僅是特朗普贏 你也贏 當年黑警會搞你 你也要小心 但是中國想買起來 我都要講完所有的危險 但是這個就是正確方向 你要幫特朗普 你要做事 香港人不能做 但是關鍵是何志平 而不是去討論這些 那些什麼 Hunter Biden 有沒有吃母子 當然有沒有衰十一 那些 但是這個人是人渣 他不代表 最多就說 就是 拜登這個人 教旨無方 最多是說到這樣的 你不會影響 他總統大選的位置 但是如果 拜登透過Hunter Biden 去修索 這個證據 描定 你就會 你的勝利 就在特朗普那裡 因為戒時 左膠 還要出來選舉 你可能 因為你何錦藝 才有份收 你整個政府 就會馬上 他會馬上 你比水門更差 水門 那時候 尼克遜 連任了 他最後也要辭職 水門 他連任了 水門一直在他的陰影上 前要幫他 最後就是紙包不住 他要辭職 然後說 我不做了 是這樣的 現在 你拜登 就算 拜登就算被他贏 雖然我不相信民調 就算被他贏 只要這個 China Joe 這個 翻名 這個 後面的問題 纏繞不去的話 拜登只有兩個選擇 要不就是 做一下辭職 他和何錦藝 一起辭職 重新說 玩過的所有事情 要不就是 你 你 等著 Nancy Pelosi 做總統 Nancy Pelosi 那個人 公道 大家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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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搞到什麼 什麼Democrat的人 都是 Po China 你不要這麼容易分發 別人外國政黨 什麼人都有 西方政黨 正如 你保守黨 Jerney Humm 都重重欲動 保守黨 華人之友 都不斷 他現在又在這裏 搞演講會 我猜他想為黨魁選 他挨票 反而我Jerney Humm 我一直都不相信 保守黨 有些人問我 Jerney Humm 你怎麼看 有人試探式 接著就出現 保守多華人之友 會的活動 接著我 我的答案簡單 就是 Joe Biden 不可靠的話 Jerney Humm更不可靠 他得到這個 一個很粗口的花命 他得到 他得到 你這樣看 你不明白 整個黨都是 只有一類人 整個政黨什麼人都有 西方樂家 尤其是美國民主黨 這麼益時大 不知道 對我來說 就是 就算被你Joe Biden贏 那怎麼辦 你賀錦毅和Joe Biden 兩個最後 如果要被人彈劾樂台 是一樣的 我覺得 那你做 你上台做 你最後可能就是為了避免 彈劾的命運 他要反映到他自己 更加反中國 有什麼奇怪的 當特朗普有人想用彈劾動他 通俄門那些 雖然我覺得現在 普京就出來說 我跟特朗普切割 我支持拜登 當然這個是不是死亡之謊 我不知道 普京玩政治 普京可以 普京鼓掛十幾倍 這些KGB 那些駐東德出身說德文的人 就很難教 你記住 俄國歷史裏面 和德國的淵源 是很深厚的 有沙皇是德國人 然後福爾加區 有福爾加德國人 他們通常被視為 奧斯蘭德文 然後有些福爾加德裔人士 令俄國和德國之間的關係 千絲萬老 有不少美國人 都是福爾加德裔人的後代 如果有機會我慢慢說這些 這些事情 很過癮 但是你看到這件事 大哥 你現在 普京玩什麼 跟特朗普切割 他是不是打算死亡之謊 想扶特朗普 你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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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實際想打什麼 甚至可能他覺得 中國支持拜登 我跟著支持拜登 也有可能 因為他覺得特朗普 這傢伙 沒有什麼丟開給他 什麼可能性都有 看政治不要那麼弱 易分法 我覺得夠了 總之就是拜登這件事 不要再跟我貼 什麼郭文貴 什麼GTV G News 我沒有興趣 focus on 就是他跟何志平的關係 可以 我要知道 是那個 所謂 黑金關係 我真的知道 那個就是會 打死了 今晚就說到這裡 明早再見 明早就回班 明早就回班